这个体育 这些从业者 我们说他是舞职 以前的所谓文武双全 那就是武行 以前的武行有什么标头 牙运探 牙医 当官里面也有 包括一些江湖人士 其实过去人 很多都是真的文武双全 现在 很多行业不需要 所以说你就 去搞运动 你天生就这些方面在行 无地方 甚至这句话 拿到现在更合适 就是穷文富 你有钱你才去 白愣这些 闲的 当然 还有一些 你像公安 像这个 这个 那是消防武警这些 军队 这些 那国家可以啊 那真的是随时待命 有他们的需要 你看有的暂时闲 但是围观好修行 你要做得好 你要会做 你要用心做 你不然呢 那 站 站着这个坑 不做事 不作为 那 千夫所指 结果是什么 咒人医 没有好下场 时间久了就不行 那些福报全都糟完了 可以说 都有它的用 这个 文呢 是什么 说完武说文 那文 那当然现在行业就是秘书啊 文员啊 一些当然作家是这些也有 现在这个社会强调什么工商业 市农工商 以前工商排在后面 奇迹引巧 农才是最务实的 那适当工的要 管理百姓要要整个国家 这个肯定少不了 而且地位是最高的 那就把这些工具 就是过于用工具 你人就懒了 然后 用商 你看商人 他也通这个商 因为中国字 这个读音跟这个字形 觉得是相通的 互相之间 几乎都有联系 你多多少少会商人 你用的 生意 什么叫生意 就是凭空想出来的 空手头白了 买东卖西 买空卖空 反正很多东西 你本来不是你做的 你就是 负责一个交通运输 怎么样 但其中你就 这个 留下买路才 是吧 其实就是 说白了都一样 但是现在就强调这个 怎么西方就是这些 工业化 同样 无人 最早的就是英国 因为他们工业革命 最早开始 那个时候老天就警示他们 那时候 自然那个污染 死了多少 后来 后来这也是 现在的污染呢 就是工业 再加上商业的 推动 资金 背后的这个 这个 利益化 驱使化 搞得全球 全都是这样 乌炎炸气 这是污染 那人心呢 更是商业化 所以就美国为首 所谓引领全球 搞得 现在就文不文 武不 那文艺界 你不要说武术 因为身体旺 它雄性技术旺 它自然很乱 现在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文艺界同时乱 没有真正的文人